近年香港的電影圈就好像一池死嘴 本地間欠香港金像獎影后都是只有三字 不过最近就传来好消息 汉维即将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拿回张三颗星的香港身份证 贫色界拿过金马掌最佳新演员的他 对本地影盘的态带来新冲击 有机会在各大颁奖礼方香港人赞回一口气 欢迎收睇包展订 我是叶晶晶 成也色界,拜也色界 汤维拍色界成名 但基于题材敏感 就遭到内地连人带片封杀 武器拍之余 还差点搞到一窮二百 差点未三上掉 演艺事业就半天掉 在祖国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地方 即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心灰耳烂想着转行都是不为过 好彩柳暗花明又一村 金马掌颁回最佳新演员给他 跌了产也叫做执桔 而且还有可靠消息说 汤维将会透过优才计划落户香港 跟包展一样,银包有三颗星的香港身份证 实行两岸三地困擦困力打造优秀人才 汤维这位影坛明日之星 绝对有助提升香港演艺界的质素 因为香港学院派的女星近乎是零 至于小届花瓶就多到像满天星 既然本地僵不是生产 所以可以不妨引入爱援 将香港这个九围的东方荷里活的名堂 栽到打响 香港政府常开口埋口 要跟国际接轨打造什么 香港曼克顿 又或者九龙半岛伦敦 这些假大空 搞这个优才计划 其实实际很多 打造精英集团 之前就有郎朗、李云迪他们 这次再多个汤维 突然之间香港人的质素可以说是飙升 超英、港美,只日可待 包展特什么时候都说 要做就要去到尽 优才计划 其实大可以吸纳多些不同种族 和不同膚色的异能人士 就好像美国这样 不管你是来自乌干达还是巴格达 又或者东京、南京、北京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 就随时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 近年本地的女星争夺香港金像掌影后 几乎都是捧蛋 所以汤维就好像及时雨一样 就可以解决这个燃味之急 有机会帮香港人争一口气 总之优才计划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头痛衣头,脚痛衣脚 边缝不行就衣边缝 今次京澳港队全军尽默 和掌牌绝缘 所以不妨透过优才计划 就引入牙买家的双飞人宝特 有研究报告显示 牙买家人天生爆炸力强劲 想不到他们连表演能力都非常之劲 就好像宝特那样 跑得快就不再说了 表演能力更加震惊全球 他那支后艺射日式的姿势 就摆完再摆 涉忌A拍不到 没问题 摆多次给涉忌B拍过都还可以 其实香港的导演可以开一套后艺传 给他拍下都可以 相信有票房之余 还可以开拓牙买家的新市场 至于另一个优才包展 特觉得一定要引入 就是大名鼎鼎的市匹簿 始大到因为政治问题 放弃帮惊傲效力 现在看到开幕式 搞到金雕玉制空前成功 全城的荣耀就给了张艺谋一个人 真是哭都无谓 虽然说一纸创满盘街落索 人生有很多部棋 香港优才计划就可以为他带来新机 来到香港 尊就可以不望神舟 有空统筹下一些大大小小 中国会举办的国际盛事 退就可以留守香港 点石成金 就将香港影圈的一池死水 这个现象救回 还可以上街争取民主 怎样都好过留在 这个荷里活到继续挑战朱罗计 有句三笔就叫做 one world one dream 世界大同 其实已经是大趋势 香港演员不行 便找汤围 香港田径不行 便找保德 香港民主不行 便找市匹保 香港主持不行 便找楼船 前人就说得对了 不理黑猫还是白猫 只要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